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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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去年的時候呢 已經有人接叫我 叫我唱首歌曲 然後呢我開始的時候呢我覺得 誒是要唱一些什麼樣的歌曲 是不是要唱個笑歌這樣子對不對 然後呢當我接到那首歌曲的時候呢 我覺得啊好驚訝 原來我馬來西亞的創作 丁佳奴本地的馬來西亞創作 已經是到了一個非常高水平的一個作品 就是那首唯心兒女 是琳琅作曲 然後呢我的師傅林盈峰 她的詞 我覺得是聽了這首歌曲呢 我覺得拿到她的歌曲的時候呢 我覺得是非常的驚訝 然後非常的開心 因為呢終於可以 為我學校做一些事情這樣子 就是這樣子的 我小學我是1986年畢業 然後中學的時候呢我是1991年畢業 對 然後的時候呢小學 其實 既猶新啊 在小學的很多點點滴滴 然後呢小學的老師們 給我的一些啟蒙的那個教育 或者啟蒙的思想對我 接下來在社會所面臨的一些一些的 整個挑戰都非常重要的在那段時期 對 其實我在86年開始呢 我就開始參加 青韻海浪歌劇團的那個 的那個表演 然後那個時候我已經開始唱流行歌了 我還記得那個時候是80年代的 非常重要的兩個人 歌手的歌曲都有唱 就是米艷芳和藏龍的歌曲 然後上到中學的時候呢 我就開始有很多的一些演出的機會 然後呢 阿姨他們給我機會吧 然後說我覺得我還小 然後要栽培我吧 有很多演出的機會 然後呢 在差不多卡拉OK 非常流行的年代呢 就很多歌唱比賽我都有參與 也拿過很多很多的獎 在小學的時候呢 其實很多老師對我來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像 我覺得讓我最克服明星的老師 應該是叫做張碧芬吧 因為呢 我覺得他是一個很nice老師 然後說到現在我還記得他 那時候覺得他樣子是蠻 蠻怎麼樣蠻實祥的 然後呢 教起書來呢是非常的用心 還有呢 呃 尤其是他 我沒有錯的話 他教那個歷史 在教地理的時候呢 就都用非常動聽的那種 呃的方式 讓人家覺得會 呃 隨著他的那個故事進入學習的 總會記得是這樣子 小學的窮事是非常非常多的 因為呢 呃 本身是一個蠻 蠻頑皮的小孩啦 那時候 呃 一個典型的獅子座啊 是坐不住的 然後呢 時常都會 往外跑 很外向的一個 一個小孩 然後呢 那個時候呢 因為 時常去外面去 坐魚啦 或者爬樹啦 然後去 呃 到處去流蕩 然後呢 回到家裡的時候呢 功課時常是做不完的啊 然後 我是時常都會搭 第一 我們在小學的時候 有很多班 很多輪的那個 怎麼說呢 的那個巴士 比如說有6點 6點半 7點的 通常我會搭最早的那個巴士 然後呢 到了學校之後呢 我再把那個 那個布紙 布紙本裡面拿出來 再借同學的那個東西來抄 啊 同學的那個 作業部來抄 然後 甚至有時候呢 我覺得最好笑的是 抄不完的時候呢 老師把我們把我們 整張的椅子 坐著 搬去那個 走廊那邊 讓我們把那個功課 完成了之後呢 再讓我們進來 我覺得這個時候 這件事情呢 是一個非常 我覺得是 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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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 怎麼講呢 難忘的一件 非常 我覺得是自己 是不對的一件事情吧 在華社中 伴侶角色 我個人覺得 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呢 我們怎麼說呢 我們的那個 所學的東西 或者是我們在那個 啟蒙的教育 又是在我們學校 又是在小學 然後是我們 要是我們把那個 我們華人的一些 正確的思想 我們的禮義 廉恥 忠孝獨境 從小 從小就灌溉 我們這個華校生的話呢 那以後 他出道社會的時候 那就會 引以這些 非常 我們先輩們的一些 智慧 去處理一些 或者是 去做一些 更有意義的事 的東西 1974年次的 小虎的朋友 你們一定要回來哦 無論多遠的話 盡量抽出你們的時間 來到這裡 因為呢 我覺得我們的 這一次的相聚 是真的是非常難得的 一百年只有一次哦 所以說你們 要是你們知道 有那個在吉隆坡的朋友 或者是在全馬各地的朋友 或者是全世界各地的朋友 請呼籲你的朋友們 或者是我也會去呼籲我的朋友們 一定要出席這一次的1515 大家好 我是尤俊林 我是馬來西亞本地歌手 這一次我會演唱兩個版本的 《惟心兒女》哦 一首快版 一首慢版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囉 心連心 愛為心